NBA季前赛正在火夜进行,而休斯顿火箭也将在10月3日迎来首秀,詹姆斯哈登加克里斯保罗加卡梅隆安东尼的三巨头组合,也将正式亮相。 如果莫雷能得到近日流言中的巨头巴特勒,那么火箭重新扬翻起航,挑战金州勇士的胜色将多加几分,而且火箭还得到了可以限制杜兰特的秘密武器。 他就是布鲁洛卡伯克洛,就在今天火箭组经理莫雷还在Instagram上筛出了一段卡伯克洛的训练视频,在视频中卡伯克洛先是训练了脚步,随后接到传球起跳线上一记爆扣,莫雷在这一段视频的底下写道,就是今年,从莫雷的话语中可以看出, 他认为夺冠的时机就是今年,而卡伯克洛这个年轻人可以帮助的火箭,毕竟卡伯克洛爱好巴西杜兰特,今年才23岁而已,本身拥有比杜兰特还恐怖的身体天赋,特别是臂展,身高2.06米的他拥有恐怖的2.30米臂展,而杜兰特臂展为2.28米,身高2.11米,杜兰特一直以来无解的原因是, 防守者真的很难去干扰他的投篮,毕竟封线位置身高大部分都是2.01米到203米之间,而杜兰特以5号位的身高加上一双长臂在3号位上简直是作弊行为,特别是杜兰特还起跳投篮,眼前的视野几乎是一片空旷,没有防守者可以封到杜兰特的脸上,更别提去干扰他了。 所以一般的防守者应对杜兰特的方法都是缠斗,进行身体接触,不让他轻易接球,或者在杜兰特接球后,不断刺激抢断,你敢运球就断你。 在如果你身高必长和杜兰特所差无几的话,他就很难了,而杜兰特最怕什么类型的防守者他在让萨基已经公开宣布了,不是伦纳德,也不是保罗乔治,也不是托尼拉伦,而是胡人的新星英格拉姆。 杜兰特直言,英格拉姆是他最讨厌的队位者,因为面对他就像是面对镜子里的自己,烦恼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